Hello 大家好 我是健哥 之前我们给大家看了一款天面板 240Hz的XR2546S显示器 这种纯为发烧IPS玩家打到的显示器 毕竟是属于小众的市场 所以我们这次就来看一个偏大众的万金油的 nanoIPS面板的Philip 275M1RZ 是个2K 165Hz 3200块的显示器 先说一下这个显示器其实不是Philip的商业推广 其实他们也找了我 我觉得市多钱给的还满 就没有高兴接 所以这是我找朋友借的显示器 nanoIPS是LG的一个新技术 也是算今年比较火的话题 主要就是降低了响应时间和增强了色彩表现 不过至于厂家宣传的所谓nanoIPS是真一毫秒 你信了你就输了 这个我们到后面提到面板的时候再说 关于Philip前 起码还是多提一句 Philip的很多产品线 其实都被别的品牌收购了 就比如显示器产品线早就被灌接 也就是AOC给收购了 简单看一下外观 三面窄边框 底部有Philip的logo 左边贴了个彩色的标签 建议还是撕掉 都盖到屏幕上了 可挡视线了 屏幕右上角也有个标签 教你不要把屏幕上的膜撕掉 这个标签也是常见于AOC的显示器 之前老有朋友认为 啊我是不是不能撕这个膜呢 膜是不能撕的 但是这个标签是可以撕掉的 底座是个一字形的底座 有防滑贴 固定的很稳定 也不占桌子空间 显示器的安装也非常方便 只需要拧一个螺丝 大概30秒钟就可以装好了 显示器可以上下升降 左右的调节角度 却不可以旋转屏幕 有点奇怪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这样屏幕就没办法竖起来用了 显示器采用了Philip和AOC常见的 外置电源适配器 有点占位置 个人讲实话不是很喜欢 不过这个适配器有点夸张了 它是个全汉代工的180W的适配器 感觉都是一个笔记本的电源了 用这么大的电源 主要是因为显示器是支持USB快充的 不过你就算是两个5V2A 也没必要180W吧 大家可以看一看自己的笔记本 是不是用的适配器 是的话可以发出来 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另外支架上有一个理线位 给我的感觉是有一些机会 不如不佳 大家也可以理线感受一下 显示器配了两个5W的扬声器 说是支持DTSSALT技术的扬声器 不过大家对于显示器自带的音响 还是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整了一堆阳闻 其实也就是个听个响的水平 大家可以实际听一听 感受一下 再和一个300块的漫步者音响比较一下 看完外观 我们来看一下显示器的面板 面板是LGD IPS Nano屏幕 在HDMI2.0下是可以支持2K144赫兹 在DP下可以支持2K165赫兹 可以超频到170赫兹 响应时间虽然官方宣传一毫秒 但实际上这是G2G的一毫秒 会接响应时间 对于实际的使用来说 没啥意义 在开启的MPRT模式下 也可以到达真的一毫秒 但是这个模式下 显示器的频闪非常严重 很影响日常的使用 极不建议大家开启 这里我们参考了小雪人数码测试出的 nano IPS和普通IPS面板的响应时间对比 响应时间虽然相比 宣传的一毫秒有不少的差距 但差距比传统IPS面板有不小的提升 所以我也是不太能理解这些显示器厂家的宣传 其实产品本身还是不错的 但总是要夸大宣传 不过2K165Hz的IPS电竞屏一般是在2000块钱左右 相同规格的nano IPS基本卖到3000左右 贵了1000块钱 怎么说也是应该有提升的 我们录了一段UFO的测试录像 和240Hz的TN屏幕和144Hz的VA屏幕做一个对比 所以VA电竞屏有多烂 纯属电商晋级用的 nano IPS的响应时间相比TN虽然差了些 但对于非发烧玩家来说已经足够实用了 色域方面官方宣传是 SRGB色域 左边的三角形A代表了标准的SRGB色域 而B代表了一个百分之百色域容积的显示器 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是一样大的 但是U图中的重合面积 并没有百分之百 实测色域如图所示 总来说还是不错的 这里我们把275M1RZ和同为27寸IPS的DEL U2719D 这个显示器做一个显示效果的对比 其实说实话 这个表现已经很不错了 可能菲利普的宣传部门认为100%不如130%好听吧 Windows采用的是SRGB所以 所以说正常超过98%的SRGB的显示器 其实已经非常准了 这也就是我不太想接菲利普显示器推广的原因之一 其实产品本身还是不错的 就是在宣传上喜欢夸大宣传 那些公安公司又不懂这些 懒得跟他们扯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游戏的测试 毕竟UFO测试还是理论测试 显示器提供了几个游戏功能参数 MPRT在面板响应时间里就有提过 效果不明显 而且开了以后脱影依旧存在 且明显的新增了显示器亮度 还会闪屏 它的存在意义就是为了宣传所谓的一毫秒 显示器提供了十字准星 但是没办法选择模式 而且也只有一种风格 另外我们也没办法调整准星的位置 我们这台的准星就有点略歪 所以这个功能的实际意义并不大 我们选用了几个实际游戏体验 在极限技术地平线中 对应的赛车模式 色彩就比较艳丽 锐度不高 眼睛看着还是挺舒服的 色彩效果也比较准 在CF中对应是IPS模式 色彩偏冷 整体感官也不错 在CSGO中也是使用了IPS模式 显示器对于暗幕的处理是有一定优化 但是没有像卓威X2546S这种专业的电子显示器 有这种非常专业的调节功能 在玩英雄念文的时候 我们使用RTS模式 色彩也比较柔和 锐度不高 也是能很明显的对游戏物体作出反应的 虽然脱影和响应时间不如TN屏幕优秀 但是275M1RZ已经足够绝大多数玩家使用了 而且色彩相比TN还是更舒服 最后说一下这个显示器的一个特殊功能 Embiglow的流光一彩功能 简单说就是机身背面有32个1600万色的灯珠 上下各10个左右各6个 可以选择单色光随机色彩和随屏幕变化 灯光亮度也可以分为三级可调节 可以选择不同位置的灯阻亮面 这个功能使用的时候 你得把显示器放在墙边 将光反射到墙面上 就比如说你看视频的时候 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但如果说你放在玻璃窗幅旁边 反光就会非常厉害 另外这个灯珠色彩变化的延迟也比较大 如果你玩游戏的时候 请务必关闭 否则这个氛围灯的颜色 始终比游戏的颜色慢了半盘 这个功能也可以和菲利普的黑油灯条 或者雷蛇的Krona产品联动 具体好不好用 还是看个人的喜好 像一些没玩过RGB的朋友 可能觉得蛮有意思的 但像我这种老司机 对这种寻常的服务就有些厌倦了 得整一些新画样了 这些常规的吧 做的已经有些倦怠了 另外这个氛围灯的成本是40美金 我个人认为如果去掉这个功能 能把价格降低300块 275M1RZ的竞争力会更强 那你觉得你会选择流光溢彩功能 还是去便宜300块呢? 要选择流光溢彩功能的弹幕扣1 想要省钱的可以扣2 大家交流一下 总结一下菲利普275M1RZ显示器 nano IPS 2K 165Hz 标准的新一代大金刚配置 3200块的价格 并不便宜 但相比ROG的一些信仰产品 还是要便宜不少的 另外菲利普嫌弃常见的 细节设计太糙 屏幕居然不能旋转的一系列小问题 它还是存在 能打游戏 能看视频 能修图 屏幕延迟没法和TN面板区别 但是对于非IPS发烧玩家来说 已经足够使用了 万斤油 适合绝大多数的玩家 不过我个人还是觉得 如果能把流光溢彩的功能去掉 它的价格应该会更具有竞争力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不妨点赞投币收藏 素质三连一下 油管的观众也别忘了点一个小铃铛和一个赞 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潮玩客cdok 如果想购买电脑或者显示器的话 也可以来我们的淘宝颠覆 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淘宝搜索商品 潮玩客 这里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